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午安 今天想要跟大家谈一个很有趣的题目 就是尿道扩跃肌 大家都知道小便这回事情 我们每天小便要上厕所 然后小便的时候呢,膀胱要收缩 收缩之前,我们的尿道扩跃肌必须要打开 我们才能够顺畅的排尿 然后解到最后呢 你就是扩跃肌会缩起来 然后膀胱就停止收缩,结束这个小便 这是一个很自然的排尿过程 可是有时候当你要解小便的时候 这个扩跃肌迟迟打不开,很紧张 这个时候你也没有办法有效的排尿 这就会产生排尿的困难 当然尿道扩跃肌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控制的 我们大脑要放松它 其实不是经由大脑去命令这个扩跃肌放松 而是我们让骨盆体的肌肉慢慢的放松之后 联动让我们的尿道扩跃肌也跟着放松 才能够启动排尿 所以当有些人 当然尿的骨盆体肌肉非常紧张的时候 那就会造成排尿的时候 尿道扩跃肌没有办法有效的放松 或是间歇性的放松 或者是它根本就是变得比你的平常更紧 这就会形成排尿的障碍 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尿道扩跃肌放松不良 或是尿道扩跃肌精卵的症候群 那这些原因很多 有些人是有神经性的病变 有些人是因为来自于个性紧张 或是环境的因素 使得他没有办法有效的放松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 你憋尿憋太久的时候 也会让你扩跃肌太紧 当然有时候呢 我们有排便上的问题 长期的便秘 都会造成扩跃肌放松不良 然后造成排尿的困难 所以平常呢 有这些排尿困难的人 应该要找医生检查一下 到底你的扩跃肌有没有问题 如果真的有问题 你可以试着用一些运动 叫凯格尔运动 来让你的扩跃肌慢慢的放松 那这样子你小便自然就会 越来越顺畅 就不会有排尿困难的问题 by bwd6 请不吝点赞肌 真笔 不吝点赞肌